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浦宝健在今年4月退伍後 隨即展開演藝活動 像是24日他就與防彈少年團的V 以及BlackPink的Lisa 一同乘坐私人飛機 飛往法國巴黎參加品牌時裝週 然而當天卻有粉絲 將他誤認成了Lisa的助理 引發熱議 根據該名中國粉絲的說法 他因為來不及見到Lisa 加上自己又臉盲 所以就把親筆信交給了迎面而來的浦寶健 並告訴他ToLisa 而浦寶健在收到信後 也認真地詢問他ToHer 接著便點頭離開 而網友們得知消息後 也紛紛笑說助理不一定會轉交 但浦寶健一定會 這名粉絲完全就是因禍得福 浦寶健人真的太好了啦 絕對 還有一件事 的確是 絕對